最爱炫富的两个超级富二代结婚了,新娘是刘德华表妹。 最近,一场奢华梦幻婚礼登上各大网站头条,婚礼的主角是陈雪玲与法力,For like Nazima Ding。 陈雪玲是马来西亚第二富豪陈志远的大女儿,她起下的成功集团,产业涉及餐饮、地产、通信、酒店等等,身价近百亿。 巧合的是,陈志远是刘德华的妻子朱丽倩的舅舅,陈雪玲也就是刘德华表妹。 陈雪玲的老公法力,是马来西亚最大的私人财团之一纳莎集团的副执行主席,在马来社会是公认的钻石王老五,相当有名气。 两人的喜结连礼,被誉为马来西亚两大商业巨头的强强联姻,虽说统话里都是骗人的,但现实中的王子和公主真的幸福地在一起了。 陈雪玲和法力是读书时认识的,相恋多年的他们感情极好。 帅气的法力也是实打实的宠妻狂魔,就因为陈雪玲想环游世界,法力二话不说就陪他踏遍四大洲,16个国家。 酷爱在社交媒体上炫富,炫爱,炫幸福的他们,不断分享住他们的奢华生活。 在热气球上伴随主日出享用早餐,在高空边俯瞰美景边喝下午茶,在澳洲的艳阳下享受迷人的海风,爬瑞士的矮矮雪山,只要是陈雪玲想去,法力定会抽时间陪他去。 更让人羡慕的是,他不但颜值逆天,还是个生意达人。 陈雪玲从小就在饭桌上接受父亲从商之道的熏陶,13岁就开始管理公司。 即有商业天赋的他,20多岁就已拥有16年的销售、营销和业务发展经验。 曾参与耗资318000万美元建设的日本京都四季酒店和住宅。 如今他身兼述职,担任成功制的执行董事,拥有200万股,兼任马来西亚主板贸服务股成功机构和成功多多的执行董事,持股13.2万股,兼任日本京都四季酒店的营销主管。 他还是马来西亚第二大,亚洲排名第五,世界排名第六大的购物商场,成功时代广场的执行场。 不但如此,陈雪玲在时尚领域也有涉猎,不少杂志都曾邀请他拍摄杂志封面。 他还和闺蜜赌王之女和超营共同投资了香港时尚电商Goxip。 可以说,他的人生不但爱情美满,在事业上更是大获成功,羡煞旁人。 原来现实中,公主和王子真的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。 开挂的人生真的羡慕不来,你对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感想呢? possession,公主和王子的形象是一样的张马葡萄 northwest ciento。 回 check Ooh! 民优费